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案是 新北市的高龄人才赔利 以下是我们的目录 包含从问题探导到人才赔利的内容 以及创新智能 最后是结余 那首先在问题探讨部分 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 我们大概会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长辈的健康要如何维持呢 以及当长辈逐渐的迈向老化之后 他的生命记忆要如何的保存跟传承 来继续创造他的价值呢 那第三个是我们也看到 长辈不论是在骑机车 或者在行走的时候 常常因为相关的问题 而面临到伤亡的人数不断的增加 那第四个问题是 我们看到退休的男性长辈 他在整体的社会参与率是比女性低的 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以及最后是当我们的长辈 面对到生命最后一里路的时候 有很多的禁忌话题 要如何跟他的晚辈 以及对他的家人开口呢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开始呢 发展了一个人才赔利 只能升级价值再造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培训了非常多的种子师资 那包含我们的社区动健康 还有生命绘本 以及陆老师 蒙特梭里指导员 还有欧巴特工队 以及完美人生倡导员等等 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各位来做讲述 那首先呢 在动健康的种子师资这个部分 配合我们前面所讲的银法俱乐部 我们需要大量的种子师资 到银法俱乐部里面 去教导我们的长辈 要如何呢 可以动得更健康 所以呢 我们也跟民间团体呢 做了很多的合作 包含我们跟阳生基金会呢 合作了自育力 包含呢 这个菲特邦呢 顾文公司呢 合作了肌耐力 护身力 智慧力 甩活力等等 换句话说呢 就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课程呢 让我们的长辈呢 能够来参与动健康的行列 那我们这些课程里面 所包含的面向 不是只有强化体能而已哦 还包含了膳食营养 包含了生活习惯 以及自育力非常强调呢 人际关系啊 意志游戏 心灵成长 健康促进等等 我们透过这么多的面向呢 多力启发呢 来维护我们长辈 身心灵的各项的健康 那另外一种呢 这个人才赔力呢 是我们的生命绘本的种子师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从儿少青年到老年 其实每个阶段呢 都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 无论是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其实都是这些珍贵的记忆 那这些珍贵的记忆 我们怎样把它保留下来 甚至呢制作专属自己精彩的人生绘本 甚至让这个人生绘本呢 成为未来我们的传家宝 所以我们有一套呢 制作这样的一个 生命绘本系列的一些教材 所以我们也吸引了 很多的种子师资呢 一起来加入 那另外呢 我们有陆老师 什么叫陆老师呢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高龄者 不论在机车跟行人的伤亡人数呢 都逐年攀升 所以为了要提升呢 用路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培训了很多的陆老师 那么这些陆老师呢 他们自己呢 会编制很多的相关的一些 道路安全的一些交通 行驶安全的内容 那么甚至用一些小道具 字编的歌曲 那我们也提供很多的素材呢 提供给他们 让他们成为一个专属 专业的陆老师 那另外呢 蒙特梭利呢 我们也可以运用在诗志的长辈 那大家可能有听过 蒙特梭利这四个字 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用在呢 这个婴幼儿的认知的启蒙 这个部分 但是大家要忘了 蒙特梭利其实也可以 用在老人身上 因为我们的长辈 可能会有些失智的现象 所以用蒙特梭利的这套 知能的系列的系统性课程 来做对长者呢 做很多个别化的评估 并且我们也帮他准备好 相关的刺激他的环境 包含我们用的色彩 还有用的相关的这些标语等等 都可以提醒我们的长辈 怎么样在一个友善的环境里面 能够生活的更好 那另外当然我们也融入 在他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教案 透过很多的课程的学习呢 来融入呢 我们蒙特梭利的教学 那另外呢 我们在人才培力五这个部分呢 我们特别呢 兼顾性别平等 希望我们的欧爸呢 也可以动起来 因为很多的男性啊 不喜欢到社会里面 做很多的社会参与 宁愿宅在家啊 不然就是跟几个好朋友 在大树下里面 这个可能埋怨政府等等 但是我们就鼓励他们 出来做志工啊 来跟人群做更多的交流啊 甚至呢 来成为我们的什么 男性的种子动健康的老师啊 所以特别我帮他们办了一班 欧爸激励班 换句话说 这个欧爸激励班呢 专门都是属于男性长辈的 因为很多男性长辈很怕被 女性长辈念 刀念 所以呢 他就不喜欢跟太太一起来 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 欧爸激励班之后呢 果然男性参与的比例呢 就从1比9呢 提升到2比8 甚至呢 我们现在朝向3比7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迈进 那人才赔力6呢 是我们的完美人生倡导员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倡导员呢 其实我们发现呢 我们中国或台湾的习俗呢 就是呢 这个人生要走 要做告别 其实是家里面的一厢禁忌 很难开口 有的时候呢 这个长辈不开口呢 这个晚辈也不好讲什么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晚辈都没有说 我们长辈也不方便讲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了 告别是需要做一些练习跟准备的 所以我们特别呢 设计了八大主题课程 也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真爱行李箱 透过这个行李箱里面呢 来告诉长辈 我们是可以来做一个有计划的道别的 那在八大的课程模组里面 从我们的财务规划 到生活法律心灵支持 甚至包含了所谓的缓和医疗 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 一直到人生中章 我们要怎么样写遗书 怎么样对家人告别 或者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告别式 都是可以由我们长辈自己做主的 那么这些课程呢 我们也做了很有效的陪例 然后来训练他们 那另外呢 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了真爱行李箱 这也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 只有新北市社会局的老人科才有的 我们透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李箱的制作 其实是要让我们的长辈 把他自己最真爱的 包含他的传家宝 甚至他可能有些家姓 还有他自己玉立的遗嘱等等 通通都放在这个所谓的行李箱里面 因为有一天他可能用得了他 甚至他可能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旅行 他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行李箱 留给他的子女 所谓的遗爱不留遗憾 那这个方案也获得了非常多 长辈的一些支持跟喜爱 那另外呢我们也建制了这些人才资料库 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才 对不对 可是要去哪里找这些人才呢 当我们一千多个银法俱乐部 想要做新的课程学习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些 银法一起查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找到他们想要的老师 来扩充了他们的知能 当然呢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活化我们的长辈 有违我们的老化活动 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更多年轻朋友呢 可以参与在一起 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里面 那么最后呢我想也有三个问题呢 想要请教大家 像我们刚才特别讲说 动健康呢有非常多力 有非常多不同的内容 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的内容 跟课程老师呢 那第二个问题是 真爱行李箱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行李箱呢 他的目的是为何呢 那第三个问题是 完美人生的倡导员 他到底要倡导什么呢 以下三个问题就讲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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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